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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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凱松我們今天要幹嘛呢 今天要來回答 居然的問題 好那個去年的 滿意度調查 好啊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哇 不少的 好大家好 我是普吉島島主 我們叫Herry 普吉島是軍事集團 底下的員工餐廳 我們每天負責的業務呢 就是主要提供 各式各樣的餐點跟服務給 的員工 那我們今天就針對我們每一年 定期會做的 滿意度調查做我們回覆 好 那我們直接第一個問題 普吉島專案的內容有什麼呢 普吉島現在的功能 比一開始差滿多的 我們增加了很多不同的服務 除了每天試餐 還有我們的私廚的客座晚宴 還有我們的小編 還有我們的一個專案的經理 他會去執行一些簡單的企劃給大家 所以不管是你常常看到 節日的時候會有歐哥 他會扮演一些角色 娛樂大家以外 然後我們一些扮演抽獎啦 或是跟其他異業 或是同業的合作 如果你要問專案的內容哪些 很多 那我一次也講不完 那就持續關注我們的訊息 你就可以用心的體會 新的看板有點刺眼 看菜單要等輪播 比較喜歡一目了然 那這個也抱歉啦 因為這個是數位化的缺點 那也希望你可以有一點耐心 去可以等等那幾個幾秒鐘 那他其實很快就會輪播到下一個了 好吧 希望可以公告甜點品項 或是私處明確的菜單 我們在甜點的設計上 因為由於場域的關係 我們不會做量化跟事先設定 我們要出什麼 但是我們在美咒菜單上 已經慢慢的有在做這件事情 私處明確的菜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近期的電子看板上面 已經有就是當天私處的照片 細微的觀察一下 我們的電子看板的走向 OK 好近期有感覺到 餐點的價格都會變高了 希望能回背永遠的價格 在去年跟前年整個全球 全世界狀態呢 除了烏俄戰爭以外 然後天災 然後再加上原物料的關係 其實很多東西都被影響 然後有些東西可能是 仰賴進口的東西 它的成本 通通通都變貴了 所以 這一點 希望大家可以體諒一下 雖然我也知道大家的荷包 可能每秒少很多喔 不過呢 台灣的狀態其實是很幸福的 而且你要知道 普居島的產品的售價 等同於食材成本 所以說呢 我們用了多少的食材 我們就收取多少的費用 並不會額外去增加 更多的成本進去 好嗎 很懷念以前的菊樂園冰茶 那我們最近期呢 在2023年 今年2月的時候 我們已經推出最新的版本 如果你是外面的朋友來 如果你想要來喝這邊的飲品呢 歡迎來找我們的同仁奶店 隨時敞開大門 還是要透過我們自己人 好 這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次我就是在走路想事情 在尋...尋島的時候 就碰到了一個... 肚子的小朋友 他就說他餓到肚子痛 那我說好那你等我一下 我就開個火幫你煮 然後我就好像弄了一個什麼蛋捲吧 很旺 那煮完了以後 他就問我說別人怎麼叫你 我說 多半都叫我島主 他說啊 原來你是島主 他說對 他以為是歐哥 我說沒有關係 你記得歐哥就好 不要擠大波 停虎的話 我們這一次姻緣集會下 是因為他最近出了一本書嘛 叫做 沒事就做菜吧 好像是這本書 我們也間接的發現就是 哇他對做菜其實是很有熱情的 即將就是會為了他本人 辦一場他個人的餐會 那菜單內容的話 我覺得一樣盡情期待 但是我相信這場會很精彩 然後如果說你身邊有 橘人的朋友 歡迎跟他們聯繫 趕快關注 趕快去做定位 OK 那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 那肯請大家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按讚 分享 好吧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今天要蓋誰嗎 喵 喵 我知道 我還好知道這些人是誰 會誰是誰 對啊 我還好知道 我還好知道 我們下期見 我也想知道 我們下期見